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前有梁小冰 后有谭松韵 原来圆润扁平脸竟然这么有高级感 已读文章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圆润扁平脸的审美逆袭 以及如何通过化妆来提升圆脸的立体感 其中提到了香港女明星梁小冰和黎姿的合影 引起了网友对圆脸美的讨论和认可 然后介绍了梁小冰和黎姿的演艺经历和扁平脸的特点 接着作者提到了另一位类似的圆润扁平脸美人谭松韵 介绍了她的红毯和活动造型 并分享了如何通过化妆来打造圆脸的高级立体感的技巧 最后 作者提醒读者 美没有标准 只要根据自己的骨香和五官量感来化妆 同样可以拥有绝美的高级感 现如今 审美观念日益多元化 对各种脸型的美都开始给予认可和赞赏 与过去相比 圆润扁平脸已不再被认为是审美比试炼的底端 反而在主流审美中站稳脚跟 不久前香港女明星梁小冰和黎兹的合影引发了网友们对圆脸美的深度讨论和认可 梁小冰和黎兹两位当年风华绝代的香港小姐 以其各自的美丽和才华成为了广大观众心目中的女神 尤其是当这两位美人坐在一起的合影中 笑容灿烂 展现出各自不同的美丽特质 这一瞬间 让人意识到圆脸比额旦脸更美丽 事实上 梁小冰和黎兹虽然都有圆润扁平的脸型 却通过自己独特的魅力展现了不同的美 与梁小冰类似的还有谭松韵 这位现代扁平脸美人 谭松韵凭借出众的演技和独特的气质 成为了当红的女演员 她的红毯和活动造型也备受赞赏 对于这样的扁平脸美人来说 化妆显得尤为重要 在文章中 介绍了几种提升圆脸立体感的化妆技巧 例如 使用浅色遮瑕提亮凹陷纹和眼带部位 利用高光提亮面中凹陷部位 融合腮红或粉底来增加蓬润感 以及使用膏状修容等 这些技巧能够通过化妆帮助圆脸美人 塑造更立体的面部轮廓和细腻的肌肤 所以 无论脸型如何 只要善于利用化妆技巧 每个人都能拥有绝美的高级感 通过这次讨论圆润扁平脸的美 我们意识到美的标准并不存在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美丽之处 正如两小兵 黎兹和谭松韵一样 他们的美丽并非来自于完美的脸型 而是由他们独特的气质和魅力所组成 我们应该接纳并尊重每个人的脸型和外貌 赋予每个人以尊严和平等的对待 这一讨论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学的思考 过去 人们倾向于追求刀削腐杂的立体面部特征 而现在则更多地注重肌肤的光泽和自然的面部线条 事实上 圆润扁平的脸庞也能展现出迷人的魅力 只需运用合适的化妆技巧和发挥内在的个人魅力 总结来看 圆润扁平脸美逐渐在审美观念中展露头角 人们开始接受和认可这种美 通过梁小兵 黎兹和谭松韵等美人的示范 圆润美更加受到青睐 这一讨论不仅对个人的审美观念进行了改变 也对整个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人们开始更加尊重和欣赏不同的脸型和美丽 然而 美的标准始终没有定论 因此 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真正理解和欣赏每个人的独特之处 不应该通过脸型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和美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丽之处 我们应该用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对待他人 让每个人都能自信地展现自己独特的魅力 最后 我想问问读者们 你们是否认同圆润扁平莲美帝审美逆袭 在你们眼中 美是什么样的 请留下你们宝贵的意见和想法 一起来探讨美帝多样性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